欢迎今晚演出的贵宾 我国红茂桥区集选区国会议员 陈汉通先生的丽林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好 今晚夜色迷人 曲调优扬 今晚离园飘香 锣鼓铿腔 在我们华族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来临之前 我们今晚团圆在 牛车水人民剧场 共同欣赏由新加坡 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 首届师城青少年戏曲会演 我们共同期待 Thank you for coming down to Krita Aya Theater for Singapore Youth Showcase 好 今天的演出 由我们新加坡五所 优秀的中小学的 学生们连备表演 他们分别是 新加坡女子小学 海兴天主教中学 德新中学 圣英旅中和 新民中学联合呈现 这些新加坡女子小学 最大是可以认为 进行中学工作中心里 成为新加坡女子小学 中学中学 的中学中学 清联系中学 中学中学 中学会 中学中学 中学院的中学 中学院的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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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會菜祭典先生的大力的支持和贊助 謝謝 我們想要謝謝NASC,VFoundation,PoWin General Association, 和Mr. Choi Hee-Tiang for your support 好 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再介紹今晚的貴賓 好 首先當然還是 洪茂橋極遠推國會議員陳漢通先生 大家已經看到了 謝謝 另外出席今晚演出的貴賓嘉賓還有 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文化處王陽先生 歡迎您的到來 洪茂橋極選區楊座港區 贊助人林振成先生BBM 贊助港區公民諮詢委員會主席 楊啟財先生BBM 南洋浦寧會館會長蔡忌典先生 歡迎 今天的嘉賓還有 新加坡華園會秘書長李亞南博士 新加坡遠點表演藝術中心會長蔡杜翠小姐 歡迎 星林中學校長林凡平女士 海星天主教中學母語部主任吳蓮珠女士 新加坡女子小學母語部主任劉盈盈女士 德新中學高級教師 德新中學高級教師 及中文演藝學會總負責老師 戴元明女士 謝謝 還有聖英旅中華聚社副聚負責老師 郝瑞小姐 今天的活動是由新加坡傳統藝術中心所主辦的 非常巧的是 在去年的這個時候 新加坡傳統藝術中心才正式的成立 短短一年的時間 藝術中心走過了不平凡的道路 他們為了弘揚傳統藝術 也為了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特別是提高新加坡的文化水準 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他們深入到各個學校基層 開展了許多普及推廣的活動 為我們新加坡的傳統藝術的發展 做出了鼎力的貢獻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要請出 新加坡傳統藝術中心的創始人 也是2008年新加坡國家文化獎得主 蔡碧霞老師上臺致詞 首先,我們想邀請 高等藝術總統藝術中心的創始人 請蔡碧霞給我們開幕 請蔡碧霞給我們開幕 請蔡碧霞 集選區國會議員陳漢通先生 尊敬的中國駐新加坡大使館文化處代表 汪洋先生 紅茂橋集選區陽錯港區贊助人 林振成先生 BBM 陽錯港區公民諮詢委員會 楊啟財先生 BBM 以及新民中學校長 林鳳平女士 及參聯學校代表 以及各個社團的代表 女士們 先生們 大家 晚上好 今天站在這個講台上 我的心情很激動 心裡有很多很多的感受 不是三言兩語所能夠表達的 在我們這個風衣足食的年代 許多人卻感到空虛孤單或者寂寞 這當然是個怪現象 人們一天到晚總是忙忙碌碌 從穿衣 吃飯 走路 甚至聊天 都是蒼蒼醋醋的 那麼在已經既掛帥的現代社會裡 傳統道德價值觀呢 漸漸被遺忘在社會的一個角落 但我們深信 不管在任何的一個年代 傳統文化道德價值 依然是衡量人們的行為規範準則 是任何東西所不能取代的 傳統戲曲是宣揚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的重要途徑之一 戲曲有著鮮明的藝術內涵和美學原則 是極有文化價值的藝術形式 戲曲呢又是文化的載體 許多戲曲故事宣援宣揚中校仁義 是人格教育的最佳教材 那麼如何有效地發揚傳統戲曲藝術 我覺得呢 學習和平息的過程中 近距離的接觸傳統戲曲 今晚 老一輩藝術家們將聯合新加坡女子小學 新民中學 德心中學 聖英女中 還有海星天主教中學的青少年演員 共同為大家呈現一台 充滿朝氣蓬勃的首屆詩誠青少年戲曲會演 那麼促進這一台會員呢 跟校長主任還有老師跟家長們的頂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在此我要跟你們說一聲謝謝 青少年是我們的未來 有了傳統戲曲 我們不在空虛 我們不在寂寞 希望大家在以後的日子裡面 能夠繼續關心和愛護這些幼苗們 讓傳統戲曲藝術 青春不老千年萬代傳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蔡老師熱情洋溢的致死 前面留步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舉行一個儀式 要為參加這次會演的各個學校的代表來頒發紀念品 那麼我們下面就有請演出的會賓 陳漢通議員來上台贈送紀念品 來有請 好我們下面要請出今天的演出單位的領導老師來領獎 我們現在要首先請出新加坡女子小學母語部主任 鈴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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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上台接的時候面 cap 後面三分我可以繼續揚醒 好 谢谢 有请海星天主教中学母语部主任 吴连珠女士上台接受纪念品 有请德新中学高级教师及中文演艺学会 总负责老师戴元凌女士 有请圣英旅中华剧社负责老师 吴连珠女士 吴连珠女士 CLDDF 认为中文演艺学会 CHIG Secondary School 有请新林中学校长林凤平女士 好 她们从议员所中接过的是荣誉 也是鼓励 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奋斗之下 能够把传统艺术弘扬得更加的发扬创新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名罗仪式 名罗仪式之前 我们还要请出一位贵宾来作陪 我们有请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文化处 汪洋先生上台陪同 晚会贵宾陈汉东先生 为首届师臣青少年戏剧会也来名罗 同时我们还请出贵宾 我们要林振成先生 也请您来作为贵宾作陪 有请 我们是王阳 李振成 蔡季远先生也有请 蔡季远 好 我们现在看到台上 有一面装潢的非常漂亮的 喜气吉祥的铜锣 那么在陈一元的手中 铭响三声 然后就拉开了我们演出的大幕 好 在各位校长老师的见证 在各位贵宾的陪同下 陈一元 请您 好 伸出吉祥之手 铭响三声 谢谢 好 可以 好 来向前一点 我们再次做合影 蔡老师中间吧 对 对 对 蔡老师 好 留下着 富有纪念意义的时刻 笑一笑 开心一点 好 谢谢 掌声 好 感谢 请各位主宾 来宾就座 谢谢 给所有的VIP 和所有的参与小学典 和所有的参与小学典 孩子们要为我们的贵宾来 走下台来送上鲜花 我们成员表示要上台来接受鲜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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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拿了 鲜花芬芳 掌声热烈 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 谢谢 好了 再一次感谢陈议员 谢谢 好 女生们 先生们 今晚的演出就要正式地开始 今晚的演出是由我国的五所中小学的学生 由他们为大家亲情打造奉献的 这些孩子们在繁重的学业课业之余 能够产生浓厚的兴趣 并且付出了许多的劳动 来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应该说他们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也许他们的演出很稚嫩 也许他们的演出不够完美 但是他们青春洋溢 他们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能感受到文化的传承 所以我提议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给他们预热一下 给点鼓励 好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晚演出的曲目 今晚主要演出的全部都是黄梅戏 黄梅戏是中华传统戏剧当中的五大剧种之一 有了两百多年的历史 而且有许多经典的曲目 黄梅戏的演唱 它的曲调委婉 而且清新活泼 很容易受到青年观众的喜爱 而且易于传唱 我们熟悉的曲目包括 天千佩 牛郎之女 女护马等等 那么在黄梅戏的这个演出的行当当中 也包含了中华传统戏剧的 生 淡 敬 丑 接着这个机会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生 生 我们可以看到是 扮相俊美的男性为主 它又分为小生 老生 文物生等等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第一个小生 它是一个风流潇洒文质彬彬的书生 手持一把折扇来为大家展现出所应有的魅力 为了让我们感受小生的魅力 我们今天首先要请出的是 享誉新加坡马来西亚演出市场的天后级的演员 那么这位演员从已几十年以来 参加了大大小小上百场的各种演出 也发行了个人的专辑 并且在国际上 比如在中国 包括到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等各个地方 留下了他的艺术的魅力 今天首先为我们展示小生 风采的我们选自梁山博与祝英台里面 梁山博的角色就是请出 李美真老师 黄梁山博与祝英台里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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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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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到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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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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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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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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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